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和大家推荐一套比较有趣的一个效果器 它的套装名字叫D 它里面有若干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效果器 它可以让你的立体声 中置声道和旁置声道做一个区分 然后还有一些倒置的功能 倒置和反转是不一样的 invert是个倒置 就是你的波形 本来是先上后下先上后下 然后现在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 这个就像那个波浪一样 它等于反过来 然后分左右声道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先把这个bypass 这是一个赫生锡的一个app的音色 我们打开 现在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让波形倒置一下 你还可以只solo这个左声道 就是把左声道的声音保留 然后放到中间 这个一样 把右声道的这个波形保留放到中间 然后这边 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你就看到中间的声音没有了 只有两旁的声音 这个就越来越单声道的感觉 这边有几种形式 你可以换一下 好我们讲下一个 好 这个是第二个 叫做D Crystal 它是一个相位的处理的一个插件 它可以改变一些波形方面的一些相位 让你的声音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 它是分低中高三个频段的相位处理 这个效果器其实没有太多 就是比较难理解的 复杂的 只不过它可能有些功能 在其他的效果器上要实现的话 你要需要组合去处理 现在的话 用这套效果器的话 它就直接一步 让你完成了 非常简单 好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效果器叫做D Fat 它其实就是一个对低频的压缩的处理 或者说是对低频的限制处理 经过这个限制或者压缩的处理以后 它的低频会更加的有冲击力 所以你在做一些Bass 或者低谷的音色的时候 用上这个的话 会让你的低谷更加的饱满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效果器 好第三个效果器叫做D Fx 它其实它是三个效果器的一个合成 一个是湿针 一个是滤波 还有一个就是Delay 就是延时 其实剩下来的滤波 还有这个延时 是为我们这个湿针 做一些微调 做一些处理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们先把它bypass掉 好我们打开 先把这些延时给关掉 好我们先加点湿针 下面有这个波形可以看到 好我们加点滤波 这个就是低频被切掉的 好这边有个 把Delay打开以后 这边有一个Delay Link 就是说这两个high pass和low pass 你可以连接到delay 就是你的delay的声音 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个low pass的效果 再加一个high pass的效果 这样你自己去选择 比如说我在delay的时候 我想delay的声音没有低频 那我就high pass 它就会把低频给切一些 好我们再听一下 好我们讲下面一个效果器 好我们第四个效果器叫做D Max 它是一个音量最大化的一个效果器 也是非常简单 但没有其他的一些参数可以去调整 主要有一个tube 它可以给你的声音增加一些温暖的色彩 然后这边就是个推子 往上推 它保证你不会爆的情况下 让你的声音做到最大 但是你调到越极端的话 它的动态 你的声音的动态就会被控制住 就没有那么大的动态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 无论你调到多大 它都不会爆 它都不会过载 它就是一个音量最大化的一个处理 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限制器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 好下面这个也是一个限制器 也是可以做到音量最大化的 它的名字叫做Deepop Max 从这个名字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处理流行音乐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点 它是pop music 然后这边可以增加它一些温暖度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 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暖一些 这边是输出的一个音量 它也是无论你调到多大 它都不会爆 都不会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器的一个效果 我们加暖一点 好我们把音量推大 像这种效果器 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用在总线当中去用 你可以去针对某一个声音去做它的声音 把它声音变大一些 而并不要在总线当中去用 总线的话 我觉得调的还是比较微小一些 不需要这种染色特别严重的这种效果器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效果器 好下面这个效果器 是一个声像控制的效果器 叫做D-Pen Pot 它这个处理 其实我们在DAW软件里面 都可以去控制声像 但是它这个性质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在软件里面把它切换到右声道 那是它是把左声道的声音全部给Mute掉 把右声道的声音保留下来 但是这个效果器不是 它是把你的左声道的声音同时全部复制到右声道 通过这个效果器 你调整这个声像相对来说 就是你这个音色的这个完整度比较高一些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效果 原来的那个左声道的声音 现在全部移到右声道来了 这个就是这个效果器的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吧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效果器 下面这个效果器叫做D Speaker 就是处理人声用的 如果你的人声是一个立体声的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把它变成单声道 它这个效果器和我们强制的在音轨里面 把它变成单声道是不太一样的 它左右声道的信息还是保留的 只不过把它同时复制到单声道这边来 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对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说唱的 一些朋友们来说的话 这个效果器用的就比较方便一些 现在是个立体声的声音 点亮 它把所有的声音的信息全部放到中间来了 好我们看下面还有什么有趣的效果器 下面这个效果器叫做D Sub Bass 通过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 它是处理Sub Bass的一个效果器 但是我现在举例的这个声音 这个音频这一段素材 它是没有Sub Bass这个声音的 所以处理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就简单的告诉大家是怎么用 它下面有像键盘一样的 这是一个八度的一个键盘 抖声抖就是12半音在这边 它的目的就是先你可以指定你的Bass是在哪个音 你的低音是哪个调的 你可以去确定一下 这个L就是Level 它是增加你低频音的能量的 然后Drive就是加一点过载 加一点过载 让你的低频有点过载 High Pass Filter 就是一个高通 低切 你是不是低频还要低切 如果是Sub Bass的话 正常情况下要低切的话 就不会太多20赫兹左右 20赫兹左右把它切掉 因为20赫兹以下我们是人耳是听不到的 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电子音乐里面有个Sub Bass的话 我觉得20赫兹虽然我们人耳听不到 但是那个感觉是要有的 感觉是要有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 好我们先加点过载 那你就会听到 明显听到低频会更加的多一些 在这个声音当中 低频会更加多一些 今天我们看下面一个效果器 好 这个最后一个效果器 叫做DY的 这个名字 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让你的声场变得更加的宽 但是我建议大家 就是用这类的效果器 就是增加声场这类效果器 一定要谨慎 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我们的声场的组合 这个宽广 在我们混音当中通过乐器的摆位来实现 在总线当中 或者某一个声音当中 你觉得声场不够宽的时候 可以少量的去增加一下 它的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 是无限复制 然后强制左右声道的摆放 但是这样的处理会对原本的声音造成一些音色上的污染 这并不是阴染 它是一个污染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原始的声音 声场不会显得那么宽 我们可以去偷动 你就会发现左右的声音越来越明显 声音好像分叉一样 这种声音相对来说比较空 好像中间被掏空的感觉 其实我们增加声场的宽度 有很多种方法 比较建议的还是用混响的方式 去增加你的声场的宽度 这种效果器只是说我们稍微方便一点点 调节的时候比较简单 效果比较直观 我们加一点点就行了 我觉得再加在10%左右 这已经就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 稍微增加一点点 10% 10%几 觉得超过20%的话 这个声音的话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这个声音的音色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除非你是要这种感觉 好 今天这个视频和大家介绍了 一个效果器里面的套装 也是我刚拿到的 然后简单的试用了一下 给推荐给大家吧 反正多介绍一些效果器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在我这个频道里面 大家可能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效果器 希望我的每个视频 对那些正在学习音乐制作的朋友 都是有帮助的 好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